先有如醉,後有鹹江,再有應得 每年的玻璃時節都是漁母草籠 這個五龍的歷史也要好幾十年了 小時候我們這個村裡確實是很煩滑的 四個碼頭上下貨真的很熱 經過一場洪水把我們的村莊也吹倒了 村裡的人就各地謀生出去 幾百年前也是在這裡很煩滑的一條商業街來的 這裡住了一百多年了 我知道我爺爺都在這裡住,很簡陋 你看一間路子裡的廚房、睡覺、吃飯 不夠住嘛,我們起碼可能也是住在上面 剛剛來到的時候都是老人在家裡 那個思想比較難轉變過來 在廚房改造的時候,村民大多都是開始還是不願意的 後來我也是自主先菜,等村民看一下 反正我做了帶頭 現在我都還沒做,他們的現在已經做好了 父親在這邊做這個項目也是比較的辛苦 還有得不到村民的理解 我也有幾次勸過他,說把這個工作放棄 我兒子來畢業以後 一直跟著我去做這個東瓜行業的 當時他都不想回來 當口搞批發的那個經濟效益 上次很大的 在外面看到人家村那麼好 自治村那麼破舊 我還是想生意先放下也無所謂 回來村裡呢,他也在那裡做個飯堂 可能生口很多了 新農村的建設 我們首先尊重它這土地上的主人 雨嘴村呢,歷史比較悠久 鵝卵社所堆棄起來這種房屋的感覺 保留了這麼完整的西景古道 其實點了這麼一個商業街區的村莊 它集合了山和水的優勢 能夠給人帶來香醜的這種味道 村裡現在一個繁田復地的變化 還有那個咖啡館 以前都是拿來問豬問雞 現在也變了一個很晃的咖啡館 村裡的人呢,如果能夠回到家裡就業 這個真的確實一個很大的變化 因為我們以前在外面工作嘛 有小孩子都掛念家裡的小孩子 但是在老家有一份這樣的工作 那肯定是在家裡好了 走鄉村旅遊的路線 我們期待著未來通過這樣的一種方式 能夠留得住年輕人在本地工作 同時還要能照顧好他的家庭 2000年那個是真的很環化的 叫做雨水淫灰 形容了我們雨水的環化景象 現在可能那種情景又回來了 是往人的身上丟的那個嗎 能吃電光穿泡的我們就要炒 遊客要多啊 也是要趁著一些老家 也是把那個農椅要捕出來 計劃是做好了自治村裡 還是出去做行業的 現在想來想去還是留在村裡好啊 太大的變化了 真的捨不得走開